這我們這一講 在川普任內 鬧了四方聯盟 要包圍中國 包圍中國 大家覺得在軍事上 就沒有想到 四方聯盟的會談 竟然是由各國的元首 不是以前是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沒有 這次是各國元首 沒錯 可是他們突然談什麼 談的是疫苗 談的是疫苗就有趣了 竟然是美國提供技術 在印度大量生產 而中間的冷烈跟運輸 是由日本提供技術 沒錯 為什麼四方聯盟 每次一定要要結合起來 因為他們要對抗的是 中國大陸 你看 為什麼要對抗中國 因為中國在最近 不是大搞所謂疫苗外交嗎 他送給人家那麼多 好 你要拚 我們跟你拚 而且我們這次要做得比你更快 所以這次你看 拜登還有菅義偉 還有莫里森 還有莫迪 他們四個會談之後 會確定一個 四個國家聯合來這個抑注 要加快生產這個疫苗 尤其是由印度來加快生產疫苗 那為什麼要印度 因為印度我們要血清 或是整個這個學民藥 他們技術非常厲害 那美國現在已經產能都滿載 美國現在呢 供給美國本身 或是英國等等的 就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他已經沒辦法多加生產 所以他拜託印度這個莫迪 來增加生產 你說印度是全世界 唯一可以大量生產疫苗的國家 對 好那你知道 生產完之後 你不是只有疫苗生產完之後 就OK啊 你還要冷鏈技術啊 於是冷鏈技術 這一次就由日本 就說我們來提供 所以整個四個國家達成個最好的這個 這個所謂組合 他準備要來攻擊跟中國大陸 疫苗外交一絕勝負 大家沒有想到說 日本最後要最後一旅路 由他們完成 因為你今天很多地方 是要送到了亞洲非洲這些 基礎設施比較弱的國家 這個也是現在四方聯盟 要跟中國禁足的國家 結果日本就設計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了不起嗎 對 我們知道日本呢 他們現在把最後一旅路鋪完 我們知道其實台灣 我們一開始的疫苗 也有說到所謂冷鏈 可能台灣沒辦法做啊 什麼之類的 我們後來說可以建立 但是你看台灣有資源可以做起來 你知道很多非洲國家 根本沒有這些資源 所以在日本就說 我們來做 我們這一次你看 包括說你看他們推出了一些相關產品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日本在這種所謂 類似冰箱保存啊 這些技術是非常厲害的 那你看這個他們推出這個 冷凍提包 冷凍提包裡面來說 你看這個跟我們一般 一般的提包不是一模一樣嗎 結果你知道嗎 他居然可以這個冷凍提包 可以維持零下七十度 而且可以維持十八天 你說就這個人 對 這個人背著背包 你要想想看 今天如果他在 不要這樣 你在日本 你在非洲國家 你在亞洲國家 你很多地方 你就只能這樣背進去 對 譬如說像印尼很多島嶼 都很遠嘛 好 那你要十八天 我知道十八天能夠趕到 我就可以做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提包 那除了這個提包 他們還推小型的冷凍庫 你看這是小型啊 非常小型 它可以超低溫 也可以來到零下七十度 這個你看 這個要搬運都很方便嘛 我只要這個 搬到這個地方來說 我就可以送得非常方便 你看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可以 開始在生產這些 超低溫的冰箱 而且他們要提供什麼 溫度計 那溫度計 讓你去量這個溫度 要確保這個 所有都沒有異狀 所以日本現在拼了命 再提供相關的保冷設備 還有車輛 準備最後一理由鋪完 所以你知道 每日一到這四個國家 他們是真的經過非常 整密的這個計算 在做這些相關的事情 而且昨天提到一個 我覺得很困惑 是現在在美國 他的這個接種率 已經超過百分之十了 就要往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可是中國只有百分之三 沒錯 事實上中國大陸現在只有 百分之三點五自己 種疫苗 為什麼 因為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們目前的生產能力 出了問題 那其實國藥一年的生產是2點 國藥是2.2萬劑 北京國藥是1.2億劑 然後武漢是1億劑 所以事實上 如果連中國大陸 真的要全面施打的時候 中國自己都沒辦法 那因為再來就是說 信任問題 其實中國大陸民眾 他們對科興疫苗 國藥疫苗 他們的確還是有一點害怕 沒信心 所以他們打的 其實他們其實有 有攻擊人 一般民眾去打 可是一般民眾打的比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主要是生產跟信任 兩個出了很大問題 好 於是現在印度就開始了 因為你知道 事實上中國大陸也很有意思 他們這次的這個外交 疫苗外交的時候 他們鎖定了很大一部分 都是亞洲國家 還有非洲國家 他們甚至要拉攏這個 尤其是印度周邊的國家 你知道他之前給誰 他之前給包括說 像尼泊爾 很多國家 什麼西塞爾群島 特別是西塞爾 西塞爾群島 因為西塞爾群島 它是在這個印度洋上面一個小島 中國大陸很想要這個地方 然後印度也很想要這個地方 就你知道他們兩邊都各贈送 這個五萬劑給他們這些地方 所以他們其實是把疫苗 當成是一個外交的這個戰場 再互相來PK 所以他們都互相送 互相贈送 就他們最新進出一個地方 叫孟加拉 孟加拉 因為原本孟加拉 一開始是由這個科興疫苗進去 就科興疫苗 要在孟加拉做的時候 因為這個大部分 原本中國大陸的這個科興疫苗 做的是所謂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人體事業 他沒有做到這個孟加拉 所以他就說 那請你 孟加拉要支付我一筆費用 那我這個科興疫苗才可以給你 就孟加拉就去臉 我不要 那我就不要做了 我就不要做了 所以孟加拉拒絕中國的科興疫苗 印度馬上就去了 印度就說OK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直接贈送你200萬劑 你看原本的印度是一年可以生產35億劑 35億 所以他現在 但是他現在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是40億劑 但是現在他要求你生產的更快之後 所以現在末底已經要求 包括印度血清公司等等 你把這個產能給我快速的拉高 那現在印度也開始快速的施打 你看他現在從1月16號開始打 那現在已經有1000 2月20號有1000萬人 那現在已經大概2300萬人 所以他打的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所以到約末他們預估 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時候 他們的施打率可以突破兩成到三成左右 所以也就是他們打 你要知道印度人那麼多 他們打的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所以到現在整個 包括說整個產量 或是整個這個印度的這個所謂的信任度來說 都比你更好 因為印度用的不是印度自己生產 印度用的是人家的產品 譬如說像達賴喇 他不是最近出來接種嗎 他接種的是AZ疫苗 但是AZ疫苗他是在印度生產 所以也就是說他有很多產品 是在印度生產的AZ疫苗 BNT疫苗 在這邊這樣做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有講 事實上為什麼印度能夠做得那麼快 而且大家全世界都要去印度做呢 因為印度有一家叫做印度血清公司 我們舉個例子 其實他就有點類似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他只做代工 他沒有做 他自己沒有研發 他就只有做代工 你就說好你美國研發了 我幫你做大量生產 我幫你做 我就只有做疫苗 所以他我就只有幫你做代工 所以他其實有一點類似像說 印度的血清的台積電 就專門做代工 那因為他就是做代工 他沒有跟你競爭 所以他的產能非常大 而且他可以快速的生產 而且特別是什麼 這家公司跟我們台積電一樣 他們的薪水也是印度數一數二的高 也是印度的國家最驕傲的一家公司 所以你知道其實呢 印度的這個血清公司 能不能快速的生產疫苗變成是 克服新冠肺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所以董事長現在四方會談 居然談的是疫苗 現在一個疫苗戰爭已經開打了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中國大陸所生產的疫苗 在全世界各地 像非洲一些貧窮國家 都不斷地用贈送 或是用低價去銷售的方式 在國內沒有 在國內就四大利就三趴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也去了解這個事情 我聽說好像他們還是有收費 收費 還是有一百塊人民幣左右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打這個事情 這個很嚴重 所以這個非常嚴重 因為一旦開放邊界以後 就有其他國家的人打了疫苗 不過我現在打了BNT疫苗 我打了這個莫德納疫苗 AZ疫苗打的話 我本身免疫的對不對 我本身有抗體的對不對 可是我可能是一個代言者 我是無症狀代言者 你知道嗎 因為我疫苗是 那我產生抗體的 所以它有可能說開放 還可能傳播 它有可能傳 只要開放邊界有傳播的可能性 這是第一個 但你是不是要不要 你中國就是沒有集體免疫的能力 就沒有 它不但沒有集體免疫能力 因為它沒有大量的病患 因為它這次的整個的 這個氾濫的程度 遠低於印度跟美國 對不對 所以它是很pure 很乾淨的一個國家 萬一有被侵入的話 很容易就是大量的擴散的可能性 這是個危機的存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自己不打 第三個我要講一下 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 學民藥的製造工廠 就所有的專利權過期的 所有生產藥品 全部在印度生產 我們台灣有非常大量進口的 印度的學民藥 都從印度來的 我們的原料藥都從印度來的 所以印度的製藥已經有 將近二十到三十年的時間 所以它製藥真的很厲害 很大 全世界第一大 是在印度 那現在我就不太理解說 它現在要讓它在印度生產的 血清公司生產 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東西就是說 發酵 我現在講其實是疫苗 疫苗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發酵 一個叫做安裝 一個叫做裝備 就是分裝 就像飲料分裝一樣 分裝很容易 分裝就是說 你這些大量的藥廠 就疫苗原廠 把這些做好的一些的 液體的原料 分裝就好了 發酵好的產品給我 然後我就分裝 這個就結束了 說這樣子的可能性的話 可能問題比較單純 如果它要把那個發酵 也給印度做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剛剛上面講到 Johnson Johnson 跟Lovax對不對 是 因為這個發酵的技術 它可以釋放專利出來給它 可是這個問題就會變成 大概一個恐怖的情況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這個恐怖的情況 萬一它發酵失敗 或是它發酵的控制 發酵完了還有配料 還有溫度控制等等 有可能會有失敗的可能性 他說這個東西給印度做的話 我不知道 分裝簡單發酵麻煩 如果分裝就比較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因為原廠做好了嘛 它因為一般的產能不足的地方 的瓶頸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就在分裝 不在發酵 因為發酵就是拼命生 生物發酵 拼命可以生的很大量 所以我現在看這個樣子 好像是要給印度做發酵的樣子 那這個東西將來要去做 拼疫苗外交這個事情 是不是個正確的抉擇 我覺得還要再考慮看看 好市長另外 這個事件非常的混亂 有個地方 好我今天看的畫面嚇死了 黎巴嫩 以前是東方小巴黎 怎麼現在亂成這個樣子 沒錯以前大馬四個也是 這個地中海非常漂亮的城市 但是最近整個黎巴嫩是亂成一團 為什麼亂成一團呢 主要原因如果大家記得 非常清楚的時候 去年黎巴嫩港口不是出現大爆炸嗎 大爆炸 因為那個港口 佔整個黎巴嫩的經濟非常重要 所以黎巴嫩的經濟陷入危機 再來說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 再來就是因為他們現在 整個黎巴嫩的貨幣大幅貶值 你知道貶值成什麼樣子呢 黎巴嫩幣對美金本來是1500比1 結果現在變成什麼 10500比1 也就是貶值大約8分之1 9分 貶到那麼低的一個狀況 所以導致現在黎巴嫩物價飛漲 那物價飛漲之後 因為錢貶值了之後 你不但貶值 而且買不到東西 現在整個黎巴嫩境內幾乎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之後民眾開始抗議 所以你看他們到街頭上面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在緬甸 這是在黎巴嫩 因為他們要抗議什麼 抗議政府 你處理這些民生處理得不好 所以他們在燒輪胎 然後設置路障 然後到處都是這樣 火燒抗議的這個畫面 那甚至還有到處都爆發 所謂全國性 全國性的抗議活動 那你知道 因為他們的民眾就瘋胎 而且你知道 現在連軍方 軍方都有點不滿意 為什麼軍方 因為軍方就說 我們現在也沒有錢 我們現在 所以他們把他們所有的經費 什麼財費 什麼都刪減 所以現在軍方 人家現在他們所謂的高層很擔心 你軍方會不會到時候反叛 所以現在整個黎巴嫩都出現這樣的畫面 所以沒有曉得那次大爆炸的後遺症 這麼嚴重 為什麼會引起大家這樣抗議 因為最近有一個畫面 讓大家黎巴嫩人都傷心 因為原本他們到這個販賣店裡面去買 就買什麼 他們為了一罐奶粉 兩個搶半天 因為沒有奶粉 搶半天搶成這樣 所以因為這樣子 整個民怨就完全抗議 就完全爆發起來了 那你看現在呢 他們抗議上街頭 除了這個燒燒胎 有路障之外 你看他們去擋車子 不讓所有人都通過 甚至街頭抗議的事件 不斷地出現啊 還有機車隊 在這個整個黎巴嫩的街頭 現在整個黎巴嫩 已經不像是過去那種熱土 現在變成是一個非常 也是抗議事件不斷 到處都在燒 到處抗議 燒輪胎 燒這個所謂的店面啊 或是說 這個一個狀況 發生在黎巴嫩 你燒輪胎多臭啊 沒辦法 他們現在整個民眾 都已經完全生活無 沒有辦法生活